历史上李世民与李元吉正妻杨氏之间有哪些故事 严格来说他们俩本应该是仇人 但却有了夫妻之情 还生下一个儿子 而且因为李世民跟李元吉的亲兄弟关系 这对亲人也就变成了二叔和弟妻的偷袭 二叔还杀了弟妻的老公 别的不说就凭着倒霉的关系 就能勾起吃瓜群众们的兴趣 按照道理来说 李世民跟杨氏也确实算得上是仇人 李世民可是把杨氏的老公李元吉 以及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给杀掉 可他为何还敢跟杨氏同同共争 而不害怕被报复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家族的基本让杨氏不敢报复 杨氏出身随朝宗氏家族 即使随朝没有 但他出身的红龙杨氏 依旧是当时比较庞大和有名的家族 类似的家族 沾亲带国的亲人当然不会少